我好像是第一次在高雄搭捷運 我也是第一次在捷運上拍片 因為這集的車廂很酷 這集的車廂是鋼鐵人的車廂 很有FU 我一下高雄我就有這種要參加球賽的感覺了 大家好 嗨 歡迎收看明星的平民位 邀請到了一位重量的來賓 而且是當執行長遇到執行長會怎麼樣 兩個執行長強碰會怎麼樣 先不講我們現在兩個人回到我們鄉市的老地方啦 好噁心喔 我沒有想要聽這種高雄啦 不好意思 我也沒有要講喔 這是我第一次來美麗島站 很美耶 你第一次來 應該是說我第一次搭高雄的捷運 那我們今天先來歡迎我們今天重量級的嘉賓 我們直接走過去好了 因為他很忙 他很忙 他非常忙 他要先跟人家拍照 好像都是人家跟我拍照 現在是人家跟他拍照 讓我們歡迎陳建中黑哥 黑哥 我們今天會跟著你在P-League一整天 可以不要打擾我嗎 不行 我們要跟著你 今天就是要來打擾我 對 因為我們想要體驗一下 究竟當P-League的執行長 他一整天到底在幹嘛 好像一直用手機沒幹嘛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手機呢 我身上都會帶兩支 比賽都是下午打 兩點半第一場 那五點會接著第二場 所以在比賽的同時我都會見看 那一支就是看現場的比賽 另外一支是什麼呢 看劇 沒有 純粹就是手機 那今天我們下午是鋼鐵人 主場的第一場開幕戰 所以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兩點半就要開打 對表 現在是十一點四十五分 十一點四十五 對 我們準備兩點半的開幕賽 通常在開幕賽之前 你會在幹嘛 我會很早到球場 因為我們還是要總彩 尤其是開幕戰的時候 有很多燈光音響設備 硬體軟體 人員路線 觀眾進場的體驗 開幕戰對一整個城市來講 就是亮相 尤其在南台灣市場呢 是我們一直很希望嘛 就是把P-League的整個熱度 讓南台灣也感情一下 帶給我們熊親 熊親們 本來想要去吃吃東西嘛 對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就是 需要吃吃東西 那必須吃 可以嗎 你可以帶我們去吃嗎 可以 可是現在我是先 希望可以先調整一下 因為我比賽前 比較是進空 會拉肚子 沒有 就是 你有長照症對不對 不是 因為還是要早一點到球場 因為早一點去會怎麼樣呢 因為今天我們的表演嘉賓 是周湯豪 因為周湯豪剛剛同一搬高鐵的時候 他帶了很多人 後來搞錯 原來是別的乘客 我以為哇今天帶那麼多DANCER 欸 不對喔 欸 我很喜歡你在這邊的風格欸 因為我們在P-League裡面 看到你都是很嚴肅 我現在我OK 他現在只是人格要分裂了 現在這個 在這個場景 我身心靈都放鬆了 欸 這都是以前的黑人哥啊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太久了 你會不會憋不住一直想出來 我跟你講 怎麼樣 憋到這了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先去球場看 然後看完球 我們再請黑哥帶我們去吃高雄好吃的 可是要習慣就我在現場可能會稍微 嚴肅一點 對 要調整一下 好不好 我們會保持那嚴肅的氣象 盡量不要跟我講笑話 我好會接話 好 出發出發去球賽 我們現在抵達的是鳳山體育館 今天鋼鐵人的首場戰役 就會在這邊開打 我也是第一次來 因為以前不會來這邊 你們要來看老闆打球喔 我沒有 我那時候跟他還不熟啦 那時候還是我前女友啦 那時候跟我前男友玩得很開心啊 我尊敬你們兩位 差不多交往三年多就會變這樣子了 電競結合鋼鐵人欸 現在距離真的開打還有一個多小時 通常你現在會在幹嘛 就看一下場外 看到這一台了沒有 他會辦那個巡迴賽 車開到哪 打到哪 我已經跟他講好 我要打2K 上面螢幕呢就會呈現比賽狀態和轉播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開到哪邊 我打到哪 那這個呢就是 希望就是跟球迷有更好的互動 因為自己也喜歡打 另外呢我們的轉播車MOMO 可以進去嗎 欸我們直接直擊轉播車 到底會長什麼樣啊 4K 女明星的殺手 完蛋了 沒有濾鏡 未來還有到8K 直擊轉播車 裝備在這邊呢是非常高端的客氣 半動作Replay 對然後現在我們有一個多視角回放系統 連到裁判身上的有一個裁判盒子 每一次名哨都可以到雲端 我們會記錄他幾分幾秒哪一個位置名哨 就是黑盒子 其實我一直很想問他 請問黑盒子到底有什麼作用 每一分每一秒哪一個裁判名哨 名哨以後怎麼樣呢 上傳到雲端 你點進去以後呢 你為了要檢視 回放或未來要檢討 所有的機位的角度 都可以重新看他吹判的位置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幫助整個裁判提升 就是以往沒有做的 我們現在一次 我沒辦法到位 因為這需要時間啦 我不能後懶 裁判這問題不是說 你說軟硬體增加就馬上可以改善 就是要一直在演進 然後要優化 哇你好 好誇張喔 行動電視台的概念 這是一台車喔大家 這台車大概試駕多少錢 兩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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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豪宅 會動的地堡 這個都是最高端的 兩億在街上走的 你知道我今天的盡頭特別難抓 你們一講話我覺得這樣 還是我幫你們抓 沒有 我這樣拍的話大家都進去了 我拿我拿啦 我拿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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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來黑哥就像高雄的里長一樣 重點是人家沒有跟他打招呼 他會主動 我們都是眼神溝通 因為有一些是 你知道嗎 對動眼神 你知道 有聖誕節氣氛嗎 有有 因為剛好我們今天拍攝的當天 就是聖誕節 我們有看到聯盟有請一些 小朋友的樂團 他們等一下會在門口演出一些 聖誕氣氛的歌曲 讓大家更能感受這個氛圍 我覺得這就其實有點像是 每個球團要自己經營自己的主場 怎麼讓外面大家來看球的時候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看啊 然後很多不同的體驗 就是一進來讓人家 感覺那個哭聲要好 怎麼樣 聖誕樹本人 哈哈哈哈 我以為他要幹嘛 黑哥跟你講話 你鏡頭還不開喔 你知識的你 黑哥的tempo很跳 你有時候以為他要正經的講什麼 沒有 幹話連篇 我覺得他跟誰會合你知道嗎 我們要正式的進入球場了 像這種鋼鐵組場的經營啊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隊 現在目前為止 到你最印象深刻 其實每一隊都有特點 我覺得要看硬體的設備 因為硬體是 我覺得台灣職業運動的硬少 過去這20年 你沒有活化整個場館 那等於是我們現在 在去年 開始慢慢把這個娛樂的元素加進去吧 硬體設備會關係到 你整個進場的體驗 仰賴主辦方 協會 或有關單位或聯盟 那這是不夠的 當然這個是一定要去努力去做 可是呢 你必須要讓各隊動起來 聯盟的角色 就是第七支球隊 但是不是說去跟他們搶票房 而是你把這六支整合在一起 那我執行長的角色呢 很多元啦 就是我自己認為 他又忍不住了 我看他想要嚴肅 但是他又快要爆出來 阿伯阿伯阿伯 我會控制自己 我把自己當服務業 執行長也是在服務 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 行銷 你整個聯盟 當然你會管財務部分 然後有碰到疫情的 公司行號因為疫情 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財源啊或減預算 可是我在疫情期間 我絕對不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這個聯盟 尤其要找到很熱情的 一起投入這不容易 這些執行長應該要換一個思維 我自己的思維就是 我再努力一點 我把那一趴兩趴賺回來 讓所有的球團更穩定 這一點我剛才我昨天有在討論 就是我在看 PLUS LEAGUE的YouTube頻道的時候 會看到有很多的節目系列 我一開始還不是很熟悉球隊的 這種人來說 我會很好入手 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是 你覺得你有做 可是怎麼都沒有人注意到的 OK 我帶你們去看球員洗澡澡 走 走 又忍不住了你看看 不行嗎 不行嗎 洗澡澡 我們正式的進入球場裡面了 我以前在這邊打過球 有觀眾嗎 連 前女友 又來 前女友是他的觀眾 很好啊 現在人呢 我帶你們去看一下球員休息室 我先看一下他們有沒有穿褲子 我是在看電視嗎老吳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電視上看他們矮矮的 但是我們行上都這樣 好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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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克老師啊 這邊的扛把子 那邊有另外一個扛把子 你不要害怕 你往前走 我好害羞喔 我好害羞喔 這不用翻譯老師 後面很好看 這個專業的 他之前在棒球 後來覺得棒球隊實在太多人 他趕快來欄球 現在在做什麼啊 肌貼嗎 他這是動態貼 他肌貼是貼在肌肉上 他動態貼是幫他們做動作出來 每一個人都要聽 不一定不一定 看每個人的狀況 看到誰在沉思了 嗨 正如是這一隊的A咖中的A咖 今天準備的怎麼樣 該準備的都準備了 不該準備的也準備了 什麼是不該準備的 就是要砍怕別人 這就是鳳山體育館 歷史悠久 年紀大概都比你們都大 今天我們就是怎麼樣呢 在爺爺身上打球 現在已經很少這種建築物 你看這圓形的像一個競技場的概念 很容易聚焦 很適合打籃球 那你還記得 第一次這樣燈光打下去 全場球名爆滿你心裡的感受那一刻 我就是這樣嗎 你知道四氛圍有一首歌嗎 女和眼淚 輕輕落下 輕輕落下 他剛剛是不是有吃藥啊 他為什麼TEMPO那麼奇怪 他真的累 你給我了嗎 是置入嗎 不是 你們自己哥 他剛剛經紀人給我拿 我是熟的拿 我說好心好意 我有業配 然後我拿給你叫你喝 你是服務嗎 就是你說你們也要業配 我都願意幫你們備 怎麼樣 BB霜 現在黑哥其實大家要去忙 很多的前置座也要做 我們等一下就等著球賽開打 讓大家看一下 在現場體驗Classic開球 是有多麼震撼的一件事 好 鋼鐵人的吉祥物艾恩 他今天是一隻鹿猴 他今天不是鳥喔 他今天頭上有帶迷路角喔 5 6 7 8 欸 店娘店娘今天去接 可愛 再過15分鐘就要開打了 請問現在的興奮指數 10 今天開幕嘉賓是周湯豪 等一下湯豪哥哥會上來他一波 我們用正的請掌聲 讓我們歡迎 立刻周湯豪 超級搖滾區 我們前面就是教練跟球員們 我的媽呀 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的享受球賽了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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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緊張都會站起來 我才看第一節 因為我心臟就有點快受不了 Woo Woo 其實有時候喊暫停沒有在講戰術 他就一個是要鬆弛對方的那個屍體 Woo Woo 現在最後兩分鐘 兩隊只差兩分阿 心臟受不了阿 喉嚨快不行了 沒有聲音了 滿意嗎今天的內容 超滿意 你是不是也沒有聲音了 我沒有 我只是有點哽咽 結束之後你也不得寫阿 因為下一場立刻開打了 你會很care網友的評論嗎 連你們看都覺得 會 就有點誇張 沒有一句好話對不對 80%是不好的 你知道他們是關心的 喜歡酸 但又愛看 他目的就是想要影響球員 比方說他知道我在看 他也想影響我 可是呢 他不知道我20年都浸泡在地獄裡 人家不跟我講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都是用這種文字欲叫醒我 可是我還是好好的把WASD弄起來 示範一個標準給這個世代和下一代的年輕人看 因為網路這個環境喔 你已經失控了 但在失控的過程中 你要更強悍的心 我們是人不是神 可是你就盡量要去習慣 聽到了嗎 Ariel 你聽到了嗎 我聽到了阿 你會走心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有訓練 初期我比較血氣方剛的時候會 但是現在我已經也是訓練成一個 我現在學佛了 那個心境會成長 我覺得OK 這OK 但是我是想要問你說 你一整天沒吃你不餓嗎 看來是有人餓了 走 我們去吃東西吧 好的終於要吃晚餐了 給我黑哥連吃晚餐的時候 手還是握著下一場球賽 我有一個非常好奇的疑問 給你的手機怎麼都不會沒電 因為他有兩隻 我們今天來到的這一家是 劉家酸菜白肉鍋 其實我們之前有吃過 但是不是這一間粉店 你們是去左營嗎 對 比較老一點 那個就是原始的 我為什麼說要來這一家 就是因為我當兵的時候在左營 你痛恨? 沒有 熱愛阿 忘不了那個味道 這種眷村掛的 那時候本來在新訓中心 其實有很美好的回憶 那我覺得可以介紹一下這一家 酸菜他除了先給你湯底以外 他給你一大碗酸菜 讓你自己加 這也是搭配素食者 就是如果你不吃肉的話 你可以吃大量的酸醬 酸菜吃到飽 你知道吃到最後怎樣 老闆我要牛肉 不過我們還有幾個問題 想要問黑哥 你先不要分心 即便你有這20年的 累積的這些籃球的經驗 畢竟創了一個聯盟 它一定是很難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曾經一度想要放棄 我覺得一個人是辦不到的 我只是開了這個頭 賣了一台車 還是要感謝球團 我球團這些夥伴是 我覺得是最大最大的工產 我只是小小一顆螺絲 好啦 粗的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放棄嗎 不管中間碰到什麼問題 不可能 以我人生的這個事件來講 要放棄的時間太多 你可以說要放棄的那個時間點 every day 如果你過我一天的生活的話 正常人可以撐到晚上睡覺前 沒走心的話 那算你過關 但是說真的 這些人會活在現實生活嗎 還是他們只在網路上 這不是真實的生活 FB IG YouTube 這些留言 is not real world 真正的生活就是現在 就是這些酸菜白肉控 我自己是籃球圈長大的孩子 能走到現在也因為籃球 別人可能還是在看什麼商業面啊 欸做得不錯有錢賺還是什麼 就是我把它當更多的責任和使命嘛 有看到Han哥有分享一個就是 球迷他看了你的球之後很感動的故事 有沒有什麼讓你收到你覺得 欸我做這件事情是很有價值的 不只是什麼商業面 比例是跟酸民每天罵我的比例是一樣的 善良和安靜的是大部分 我覺得我們做這樣的一個產業 如果有人因為我們的一些小作品 而有一些小感動或快樂 我們其實也會覺得很開心 會覺得很神奇 對 那時候還在寶藏夢有家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連拜已經是 七連拜 每一場都是口豆 我已經是尷尬到 我不敢抬頭看我朋友或自己親友 我就怕教會一抬頭親友也比你 自己人還比得 喔那個真的很煎熬 你知道我後來怎樣嗎 我就要很晚離開秋晨 我要等大家都擅長關燈了 然後因為我怕看到他們 我不好交代 那時候走出去的時候呢 我看到停車場 就只剩一台車 有一個問獎 他下面很多煙屁股 看到我出來就 好啦 你會不會有他打你 我就不知道怎麼了 我就說欸大哥怎麼啦 欸他這個 語氣很軟這樣 大哥怎麼了嗎 太棒可愛了 他的兒子高中考上北部的學校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是除夕夜 回來吃一餐飯 就回北部 突然間他說 這個禮拜他兒子打電話跟他講說 好不好 禮拜六你可以不可以 十二點來高鐵站載我 他就覺得奇怪怎麼那麼突然 他說我要來幫家鄉的球隊加油 好因為十二點接兒子 接到兒子之後 他帶三個同學一車回來 三個沒有 沒有 溫馨的溫馨 不要跳動 就是四個同學連他自己本身一起來 然後他兒子坐前坐 後面三個同學坐後坐 一上車就跟三位同學介紹 這是我爸爸在中部開車 他很辛苦 不是他這樣跑車的話 我永遠沒辦法在北部讀實力大學 我起雞皮疙瘩 他的兒子他非常了解 從國中開始 就不想讓人家知道他自己開車的 計程車是誰 就開始開了八卦三嘛 他說幾點打完我來接你 然後他說爸爸 我們今天一起看球 他說你的票我已經買好了 我留下來就是要告訴你 今天我看了人生第一場球賽 就是我兒子買票送給我 講著講著很想哭嗎 我也很尷尬 我也很想哭 Face to face這種 沒辦法招架 然後你也會很感動 我也會很感動 然後他就說 勝敗來拼家場 為我 他說書沒關係 同志都寫 希望傳話 要謝謝黑哥 把球迷的帶回來彰化 但我要謝謝你把我兒子帶回來 哇 聽這個就夠了 我覺得這是無價的 這只是其中一件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已經要開了 先上了一盤牛肉卷 卷春感很重的 我跟你講我平常跟老吳吃飯他就是這樣 旁邊就在看球賽 不然你講口感就好了 給他們看球賽 他裡面有美乃滋 而且有超爆多的蔥 阿樂 我覺得他的餅皮很好吃耶 脆脆的剛剛好 你喝湯嗎 好好喝 夠酸夠味 超夠味 而且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全部的酸菜加進去 欸肉在裡面你可不可以 來來來 肉在卡在那邊 等一下故事聽到說浪費了 你可以手腳併用 我讓你好好吃飯 最後一題好不好 可不可以請你給想要投入籃球這個產業的星星學子一段話 這個要演出一點 這個要演出一點喔 演出一點 我會被跳的時候 即早有生涯規劃很重要 就是你設定目標 要往這個目標前進 中間一定會碰到很多過程 學習是一個 累積是一個 看不起你 唱衰的 提平的 謾罵的 家人反對的 你勇往之前 設定那個目標 你永遠不要懷疑自己 到了那個角色 到了那個高度 你回頭看這些過程 刻骨往前 這些就是你的樣子 那你會期許飛飛翔翔才也往這一路走嗎 我會覺得太殘忍 我不知道他們抗壓心長大會怎麼樣 可是我從小的過程 其實如果你過一天的話 那你們會覺得 是不是在拍電影 我自己的認真過程 套用在飛飛翔海洋身上的話 我會很難過 現在我就是把聯盟做起來 我把這條路弄得更順暢 然後把舞台搭得更漂亮 不要說飛飛翔翔 像至少現在HBL UBA的這些孩子 有兩個字很重要 盼望 你有一個盼望的話 不管再苦 你知道你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上發光發熱 今天非常感謝黑哥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我們也厚臉皮的更多 跟著他一天 我覺得PLUS LEAGUE呢 除了黑哥的努力 也靠了很多聯盟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一些媒體啊 我覺得球團 球團是最關鍵 就是很多很多單位一起 把這個聯盟給撐起來 希望這些力量都聚集在一起 可以讓籃球不只是籃球 而是建立一個台灣運動文化的平台 可以讓更多人一起參與籃球這項文化 那最後我們要做一個結尾 你教一下黑哥 我們會怎麼結尾 我們就會說 推推 來囉 可以唷 推推 你手速度要抬你先往前 我不知道你的keywords 掰掰 掰掰